历史老师打电话给小明的爸爸说 我问你儿子啊 说阿黄公是谁烧的 小明啊 既然说不是他烧的啦 小明的爸爸说 老师 我知道我的儿子功课不太好了 但我相信啊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孩子 他说不是他烧的 就不是他烧的啦 于是他就挂上电话 小明的妈妈听到以后 就和小明的爸爸说 我看哦 既然烧了就烧了嘛 应该也不要多少钱啊 不如我们出一笔经费 给学校帮忙重建就好了嘛 小赖哦 慌慌张张的跑进一家餐厅 问柜台服务员说啦 请问哦 我昨天晚上在这里啊 用完餐后啊 是否有遗留一把伞呢 服务员就问 是什么样式的 小赖说啊 什么样式都行啦 都OK啦 我这个人不讲究啦 有一个商人啊 在深夜搭计程车外出了 计程车啊 在转弯的时候 突然打滑 控制不住了 司机啊 吓得大叫说 糟了 煞车不灵啊 该怎么办啊 商人就对他大喊说 笨蛋 管该关掉计价器啦 小李练吉他的时候啊 练着练着 突然吉他的琴弦啊 断了一根啊 他就跑到材料行去问 请问有没有丹麦的琴弦啊 店员说 很抱歉耶 我们没有丹麦的琴弦啊 不过有日本的和德国的 您要不要 小赖呢 有一年到东南亚旅游啦 到了乡下偏僻的小路啊 想去一桌白云三章游玩啦 走走走走 竟然迷路了 他向路旁一个小孩子问路啦 小孩子说 给我十块钱 我就跟你说实话啦 小陈哦 很爽快的就付了十块钱给小孩了 小孩说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啊 有一只小船上 有位诗人啊 问船夫啊 说你懂文学诗词吗 船夫说 我不是字啊 怎么会懂文学诗词呢 文人说 哎呀 可惜啊 你的生命啊 就失去二分之一了 船夫反问文人说 那你懂游泳吗 文人说 我是汗鸭子 不会游泳 这时啊 突然狂风大作啦 船夫就说 哎 汗鸭子哦 你的生命就完蛋了哦 白开水和矿泉水感叹了 这年头 有钱能使 鬼推磨 你瞧那咖啡 黑不溜溜的家伙 这样子哦 每天早上去迷惑人类 身价涨了又涨啊 很赚了不少钱啊 现在都有自己的 一块地的 哪像我们啊 还居无地说 矿泳泳水就半信半疑地问 他买了什么地啊 白开水说 到处不都是咖啡广场吗 有白开水广场吗 白馒头啊 在街上巧遇包子啊 马上就恭维包子说 美女啊 你什么时候去烫了新发型啊 还真不错呢 包子听了哦 非常高兴啊 不过他客气的说 哪有啦 还是你这皮肤好啊 这么白皙 柔嫩 光滑 哪像我 脸上那么多作文 看来啊 我得去拉皮拉皮哦 黄瓜与洋葱相恋多年啊 但最终啊 洋葱移情别恋啊 黄瓜因此痛哭失声啊 其实就安慰他说了 早就告诉你了 要务实一点 洋鬼子啊 没有几个好东西啊 爱情啊 还是要分种族第一的啊 你偏偏不信 本土帅哥那么多 你不要 偏偏去爱上那个 没有良心的洋葱 小麦和玉米哦 相恋多年啊 有一天哦 他们决定走进教堂结婚啊 结婚那天哦 新郎小麦啊 到了教堂啊 一直找不到新娘玉米啦 就问旁边的爆米花说 哎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家的新娘玉米呢 爆米花说 亲爱的 讨厌哦 人家今天穿婚纱嘛 有个猎人啊 在深山打猎了 子弹哦 恰好用完了 准备下山 偏偏哦 很不幸啊 遇到森林之王 狮子啊 他就故作震定 用可怕的眼神哦 命令狮子说 跪下 突然哦 狮子就双手 何时啊 跪了下来 那一人啊 得意洋洋的说 知道我的厉害吧 这次哦 暂时哦 站前饶了你啊 赶快滚开吧 这时候 狮子开口说话了 报告 祷告完毕 准备用餐 玻璃工厂的展售部门啊 最近来了个新职员啊 他因为早上吃了太多的豆子 因此上班时啊 联系放了好多的响屁啊 展售部的经理 一手扇子扇子啊 一手指着门口的警告白说 你眼睛瞎了是吗 你没有看到门口写着 小心轻放四个字吗